你現在聽的是懸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 自然療法與你 又有我 Carmen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我最近見到 看電視也好 看報紙也好 經常出現一個很常見的狀況 就是很多媽媽或者爸爸 到處搶奶粉 會拍照出來拖到一夕兩夕 很多傷 我甚至早兩天才看到 有個內地的人 是拉著車仔十幾箱奶粉 是 那現在是不是這麼慘呢 我們搞到要沒有奶粉吃辣的BB 其實這個狀況已經持續了幾久 是呀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意料 有些說 深屬於是這個意料中會發生的事 也就是有人覺得是一種意料之外 有人亦都很開心 是呀 是呀 很好生意 上水一帶的那些藥房 是呀 新聞都報道過 那其實 其實搶奶粉這件事 其實不是只是發生在香港 其實在其他國家 澳洲 紐西蘭已經出現得很重要 是嗎 是呀 那我有個朋友 他哥哥在澳洲 是一個藥劑師 那在澳洲 你知道澳洲的藥劑師 跟香港不同 他們是得天獨厚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澳洲的法律 就說呢 要開藥房 一定是藥劑師才可以開的 是呀 所以呢 是造就很多藥劑師 在澳洲做藥劑師 是很發達的 每個都是 每個都是 差不多是 店主 是吧 那些朋友的哥哥呢 就在那邊做了很多營 那也都開了很多間的 很多chain 那些 那他最近告訴你 他呢 他就 知道了 很多中國的內地的旅客 去澳洲 那他就在他那個藥劑師 那裡就 即是儲備了很多很多奶粉 他入了很多貨 是的 就被他們任搶不鬧 那樣 那其實呢 可以這麼說呢 他搶到呢 其實呢 都令到 都騷擾到澳洲的政府 都要 都要出一下聲的 是吧 那他就說 你們 當然有些人有不同的手法 有些人成批去訂 跟著 有些人就是 換個類伴 即是有些假貨會出現 是吧 那所以澳洲政府 和紐西蘭政府 都說得明 你不用搶 你要多少 我多少給你 但你千萬不要買假貨 是吧 有時候很難說 是吧 那些人就是海頭護臉 那樣 那所以這個問題呢 其實 不只是香港發生 那始終大陸 全世界人口 你知道可以了 十三億 是吧 雖然說 限制生育 是吧 但始終他們很矜貴的 那所以 你看到 搶名牌奶粉 加上內地的奶粉 出現的問題 是吧 想像得到 這個現象 即是會發生到 今時今日的地步 那我們的節目 當然是想幫聽眾 解決問題 那我沒有理由 今天選擇 搶奶粉 是吧 因為我們今天 不會幫你介紹 哪個牌子 是吧 怎樣搶 搶得多些 那會不會可以 去買些有機奶粉呢 是吧 雖然我們公司 都有有機奶粉 但是那個 最可笑的地方 大家都想到 最可笑的地方 就是 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奶粉 是吧 可以這樣說 每個媽媽 都有全世界 最適合她自己的 嬰兒的奶粉 是呀 那為什麼要去外面搶呢 搶些次貨 簡單來說 你去搶什麼 你搶些次貨 不是次 是次次次 是次次貨 真的 我記得奶粉 嗯 就是之前看的資料 我現在不知道 有沒有進步了 只有二十多 三十多種營養 而已 是遠遠不及 我們人奶的 是差幾倍的 那個數值 那為什麼要搶 一些這樣的 就是差這麼遠質量的東西 來給我們的小朋友吃呢 那說真的來說 就是媽媽的母乳 可以這樣說 是數千萬年 已經 就是已經 證實了 應該已經不斷地 測試過 這個是嬰兒 最好的 自然 最好的 食物 對吧 那這個 人自己媽媽的母乳 可以這樣說 是全面供應了 那個孩子 所需要的營養 但那我醫生 很多媽媽曾經問過我 不吃奶粉 會不會營養不夠 哇 哈哈哈哈 這個資料 任何負責任的營養師 或者兒科的權威人士 都公認 是沒有任何的嬰兒奶粉 或者牛奶 是比媽媽的母乳好 嗯 我也有聽過一個笑話 她說 媽媽 空前那兩個半球 兩個半球 他們做出來的產品 是好過全球 所有的科學家 腦袋裡面 能夠研製出來的奶粉 嗯 一定 你可以看到 沒有東西可以跟上天鬥 是重度的 所以說 起碼 最初六個月裡面 媽媽的奶 是全世界最好的孩子的食物 好了 那 譬如這個牛奶 牛奶有什麼問題呢 牛奶其實很多時候是鐵質不足 嗯 其實牛奶 在嬰兒最初六個月的時候 是不應該用牛奶的 因為它的鐵質不足 但是當然 很多時候 我們這些牛奶商 就會加些鐵在這裡 加些維他命D 所以我們叫做補充一下它 但是補充多少呢 現在你知道鐵 也有些情況之外 可能有其他東西 你根本不知道的情況 也會很多 其實我們不用知道 因為我們上天已經設計了最好的奶 我們不知道都已經有了 不需要慢慢去撞板撞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很多嬰兒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15%的嬰兒 是對牛奶敏感的 15%我覺得是西方的白人社會 我覺得在亞洲人裡面 中國人 或者非洲人 或者那些印第安人的土著 可能那個對牛奶敏感的比例 可能更加高 亦都可能是製造很多其他那些疾病 嗯 因為我們東南亞人 應該消化那個奶類 應該是更加弱的 是的 那個長度 沒錯 所以你也看到 現在那些奶粉箱 不斷地出盡辦法 就加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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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要不盡加料呢 因為他知道呢 始終呢 那個奶粉是未夠好 不止 因為早期的奶粉其實是有問題的 即是吃到我們的小朋友會 營養不良 甚至發育都出了問題 在最早期 這個在我們近代市已經出現過 其中有一個formula 就是SMA 都不怕說 因為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他們發現呢 他曾經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產品 就缺乏了維他命B6 那這個出現了 叫做Parasitin 那種不足的病 即是維他命B6不足 那導致嬰兒喝這些奶 是出現抽筋的問題 那這個已經就是 當時發現了之後 都應該都改了 那還有些人 有些人喜歡喝那些 就是豆奶 那有一個牌子叫做 New Mule Soil 那發現他當時 他的鹽份不夠 那鹽份不夠 是導致10元仔 即是成長出現問題 那所以這件事 不是我們只能猜猜猜 那最重要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 那個問題在哪裡 好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餵奶粉的10元仔 他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就是肥胖的問題 現在香港已經經常都說 現在我們的學童 肥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其實想不想到他和筋在哪裡呢 其實和筋就是 10元仔的時候 是餵奶粉導致的 但是媽媽經常有個概念就是 10元元不行 吃了奶粉 就是營養很少 肥肥白白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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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肥白白就好東西 就是有趣 好營養才肥肥白白 是啊 那大問題呢 當你肥肥白白 因為很明顯 你的脂肪細胞的數量是多 因為那時候是生的了 由零歲到兩歲 和青春期 還有兩段時間 我們那個脂肪細胞的數字 是增加的 如果你是嬰兒的時候 它是肥了 肥肥胖胖胖的 那就是證明 它那個脂肪的數字 那個脂肪細胞是多了 那它大概是很容易肥的 因為都大概 你的細胞不會再增加數字 那就是說 你肥不肥呢 是很斷定 你小時候 一零歲到一兩歲之內 身體的脂肪 那個細胞的數量 好了 那我知道 我們人那個 人奶 母乳 那個蛋白質是大概1.3% 而牛奶的蛋白質 在那個 那些嬰兒的奶粉 是通常 就是3.3% 百分之3.3 或者更加多的 好了 有一個研究 就是跟隨了 250位嬰兒 在六個禮拜的時候 發現 有60% 喝牛奶 就是用那個 喝奶粉 那些瘦仔 餵奶的 十分仔 是體重過高的 而比較 母乳餵那些嬰兒 只是 19% 所以說 是高的 19% OK 就是說 喝奶瓶 的嬰兒 喝奶粉 十分仔 60% 是體重過半 所以 雖然 我們 一般做奶粉廣告 經常都用一些 肥肥 白白的 十分仔 做一種 模 一種模 一種模 做一個點飯 其實是很嚴重的 十分仔 其實 稍稍瘦 肌肉 結結實實 其實是更健康 肥胖胖胖胖胖胖 泡泡 那樣的 那樣的 還有呢 過分的脂肪 會令到我們那個 神的負擔加重 是不是 那 好了 因為神的負擔加重 令到我們的 小孩 寶寶仔 寶寶仔 有小孩 因為他水腫 導致他的體重 是高了 這樣 那聽起來 其實 其實 買粉也有不少問題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問題 為什麼還要爭呢 哈哈 那這個 我現在開始 就 跟大家解釋 是不是 不要爭一些 那麼危險的飲品 對神的兒子來說 根本最差的 是這麼不好的 但肥胖問題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現在我們減肥中心 差不多是 美容界裡面 是最 不要說美容界 醫生 經常開好減肥藥 是吧 原來那個禍根 就是你 十元仔的時候 營養的問題 搞壞了的問題 好了 那還有呢 為什麼會有這種 出現呢 因為 通常呢 如果餵人奶的時候 你通常 你就會喝 喝到他們 夠飽就算了 是不是 就是你不會說 你不需要說 四盎司 六盎司 哎呀 有兩盎司未喝 不要浪費了 喝完它 是吧 沒有魚 沒有所謂的 你咬到完了 夠便可以 隨時可以生製 是吧 不需要 不要浪費了 喝完它 或者喝一下又不夠 又咬到 原來通浪 所以這個就是 跟那個 你是不需要去量 那個份量 但是一般媽媽 除了覺得 不要浪費之外 可能他們會跟那些指引 沒錯 這些所謂指引 四個鐘頭 去一次 又不要那麼多 很多時候 他們覺得 這個子欣這麼說 一定要被他 跟足 就是跟足 是吧 就是怕自己的 嬰兒不夠 吃得不夠 他便會餓 對 子欣這麼說 就是這樣說 那他就說 譬如他指引說 在這個時候 那個子欣四個鐘頭 餵一次奶 可能要六盎司 八盎司 但是那個子欣吃了 四盎司 已經開心了 飽了 那就不應該 就是強硬 就是過分來餵他們 搞到他將來肥胖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會有肥胖 這個問題 出現在這些 餵那些 就是餵奶粉的小孩子 是吧 好了 那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餵人奶還有很多好處 那其中一個好處呢 就是餵人奶 那個媽媽的人奶 是會給很多一些 天然的抗 抗體 抗體 和免疫能力的 對很多一些感染 或者對那些敏感的問題 其實媽媽人奶裡面 已經有很多保護的抗體 幫到他們 那當然奶粉裡面 是不會有這樣東西的 那還有呢 就是 母乳裡面 有一些成分 是可以抑制細菌和病毒的 嗯 那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早年的時候 嬰兒最嬰兒的時候 他自己免疫能力 還沒有自己樹立 那他很要靠外來的 那其實母乳呢 我們叫初乳那裏 那裏 是很多這些 保護的抗體 那裏 那裏的年齡也不一樣 對 沒錯 那還有呢 還有呢 就是那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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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裏 有這個 那裏 他媽媽也會得到這個 就是那個情緒上的幫助 那 我也聽過 很多媽媽呢 就像這裏 是餵小孩子 也餵一段時間 或者是 就是全部 用母語餵的小孩子 他們發現呢 小孩子呢 是跟他們感情很好的 是的 他們挺疼的 很疼他們 這裏 那這一天 大家也知道 現在的小孩子 很快就 很多怨言又多,很多不开心的小朋友,越来越看到 也可以解释,今时文明地方的人,很多父母对于30元仔都可以说,不要也罢 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了 这也可以解释,跟我们现在的父母,妈妈,养10元仔的经验 他觉得不是那么开心的,10元仔即使长大了,都是不听话,多问题 变成了养10元仔,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向往的工作 但是我以前,因为我的女儿都很大,有些书内容不记得 其实当时是看很多资料,除了你胃母乳很亲近,感觉很好之外 它吸着乳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有些分泌的 那些分泌是刺激我们,增加鼻爱和爱的感觉 那孩子吃奶的时候,其实连这些分泌都会吸收到身体 即是一种建立的 那我想你刚刚才说,孩子很难教,现在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但是很小时候,那个关系已经见机得怎么样了 是的,有影响了 没错了,其实我们说,在一个寶宝出生 其实应该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被他开始咀嚼的 因为那时候,那个嬰儿要胃吸的那种感觉是最强的 那当然,他最初可能不停地咀嚼做一下 但是背后,可以说是可以这么早就可以做的 那有一位医生,很出名的医生,叫Dr. Grant Lee Dick Reed 那他可以说,是可以说,远代、近代 就是那个自然分娩的行动的支付 他很推药这件事 那他说,一个初生婴儿,其实是只需要三种的要求 他说,第一,就是妈妈手碗里面的温暖的感觉 他预防给他的食物 还有,一种安全感 因为妈妈在身边的安全感 那他说,初生婴儿,其实主要需要这三种 那在那个母乳的过程来说 可以说,你完全可以满足婴儿那三种需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用母乳的好处是很多的 现在的人很多就不懂得 可能有一种某种原因,他不知道怎么去做 那这个是导致现在可能那些生婴儿健康问题 出现很多健康的问题 是啊,我觉得胃母乳长大的小孩是好一点的 没错,肯定我自己的经验是肥胖的问题是少很多的 这个很明显的 还有他的情绪,很多人都这么说 他说,现在很多暴力的行为 很多时候你可以追索到导臣的童年的经历 一定的 是的,很明显的 这方面的资料其实很多很多 我也挺可以肯定的 是吗? 是啊 我挺相信的 不是几,都近百分之九十几的 是啊,那好了 很多时候一般人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在医院那里,你生了小孩 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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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 是吧? 给你住三天 美国现在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其实你胃小孩是一早要开始的 不是三天之后的 如果你之前你不开始的时候 可能已经破坏了十分仔 即是胃母乳的育肉 但是如果听众听到你今集的资料 希望他们得起码 要自己争取的 在医院你想胃人 没错了 是啊 你要争取的 因为医院很多时候 阻拦你 他四个小时的那些 所谓的胃的时间表 是方便谁 不是胃 不是胃 在医院里面的姑娘做事 是啊 所以呢 你应该告诉你 你一定要要求 即是 如果你的嬰儿一哭 要喂人奶 立即要带去你的身边 就不应该 用他们的方法 给他一些水喝 或者给他奶瓶喝 因为始终 如果嬰儿一开始 用奶瓶喂 他奶瓶 就是喝奶 是比较容易 容易很多 所以 10元仔 一开始 如果被他破坏 规矩 开始给他做 以后 你要做 就比较难 所以 万一是你的医院 当然 一出生之后 当然 尽量用自然生产 是吧 至少你不会被人麻醉 不会 肚子已经开了大刀 又要联心 你又抱不到 嬰儿肚子 肚子又痛 所以 第一件事 就要尽量 争取自然分娩 嬰儿肚子一出生之后 就趕快 给他拙你的奶 因为 要知道 拙的动作 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在哪裏 就令到你的子宫 收缩 是吧 反蛇 所以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 如果你一几分钟 出生之后 如果嬰儿肚子 可以开始来拙奶 它会帮助你 减低你的子宫流血 是吧 会减低你的子宫去收缩 令到它 加速它 回复它正常的状况 而减低血液流血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处 好了 你知道了 一般怀孕的孕妇 通常 除了嬰儿的重量 还有羊胎水的重量 胎盆的重量 他们自己平均 都增加了大概9磅 那这9磅 通常是脂肪 所以你看到 很多孕妇 都是肥一点的 当然 也可能 水分也会有 好了 那为什么我们的身体 会设计到这样呢 人妇会在这个时候 会增加9磅的身体脂肪 很明显 这些脂肪 是用什么用的 是用来喂人奶 当时 是让嬰儿用的 好了 如果你是没有用 喂人奶的方法 将这9磅的脂肪 消耗了 之后 那你自己想想 你用什么其他方法 去减肥 对不对 所以这里知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 好了 那还有一件事 如果你是全面喂人奶 全面不是补充式的喂人奶 它也有帮助你 有少少避孕 起码六个月左右 如果你要全面喂人奶 不是做一下不做一下 全面去喂人奶 你可以有避孕的作用 可以差不多是六个月的 但是有些情况 可以长至两年半 好了 有一位作者 写一本很好的书 是关于那个喂人奶的 书 Kipley S-H-E-I-L-A-K-I-P-P-L-E-Y 写一本很好的喂母语的书 他曾经搜索了美国女士 那些女人 那些喂奶的女性 他发现平均喂奶的女性 他会经期停止大概是平均14.6个月 因为10元仔出生之后 他会经期停止14.6个月 也有个护士 就立即打电话进来 他说 要小心点 用这个方法做被人 就不是完全可以可靠的 当时我很感谢 这位封烟 当时我在英文电台 三台 我讲了很多话 每个星期都讲 这个是十几年前的事 也有人说 你这样说明听 小心 就是不是说 不是说那样的 如果你真真正正要被人 就不可以只是靠这个方法 那但是我只不过是讲 真真实的数据 是不是 让你知道 那今集听了 也不少关于母语的资讯 那虽然听起来都很好 那样 但其实香港的妈妈 要找支援似乎是不容易的 那其实就算入到医院 生了BB之后 想喂人奶 医院也是诸多所骂的 这个我自己亲身经历 那但是第一节 来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转头第二节 我们回来就继续探讨 就是为人奶有什么好处 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再谈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均 网均 3W.H-E-A-L-T-H-S-H-O-P.com.h-k 好 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朋友 你了 刚刚先 余医生就说了很多胃母乳的好处 建议很多妈妈最好自行分娩 不要麻醉等等 希望BB尽快吃到第一口母乳 但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女儿九岁 九年前在私家院出生 我说得很清楚 要跟姑娘说我要喂母乳 但她们都会有很多阻挠 比如最初跟她说 女儿第一口奶一定要吃母乳 她就会说 哎呀不行的 你未必有奶的 饿了个阿B的 你很多妈妈 即她说很多 她不是说我 我都没事 她说很多妈妈 嗯 即都很困难 才知道第一口奶给BB 你不要啦 不是饿了阿B 即她语言上已经阻挡你了 是啊 没错 我是很坚持的人 我说不行 我也要喂的 那她就开始 即很具体跟你说 你看你瘦啊 哈哈哈哈 你本身都这么瘦 你哪有够人奶啊 但是后来我试了 我是很够的 是要预先泵出来 不然会痛的 那好吧 那泵了给她 她又更好笑 呃 她一次过开奶粉 她说开给阿B 即是定时定后吃 BB 是不是 她就会 不经我同意 不拿我留在这里的人奶 她给奶粉吃 就是我捉过她的 哈哈哈 她被我逮捕到 即医院是不太支持的 甚至我们离开医院 她会派很多 那些 一匹匹 是啊 那些奶粉样本 不得 还有一些罐罐的 很豪爽 不过小罐些 是啊 又会留下你的名字 转头又会有个销售你送两罐来你家 总之有很多阻挠的 是啊 是啊 然后她 后来我才知道 哦 原来奶粉箱呢 是会 即是 有些年尾聚餐 请姑娘去 介绍一些产品 平时有些聚会 这样的 其实不是很之前的 连私家医院都 是啊 就是很明显 始终是一个商业的社会 是不是 那我们知道 她们会不断地推销那些药物 或者那个婴儿奶粉 其实她通常都是药厂来的 背后是一个药厂来的 Johnson Johnson 根本是药厂来的 所以是同一阵线的 但是 这个情况呢 在非洲 有些国家 政府已经禁止 那些奶粉公司 就去推销那些奶粉 给那些 非洲的妈妈 因为问题是怎样呢 很多时候 在非洲这些国家 那些食水不是很干净 那你为了要去 就是开奶粉 那些水是本身有污染 就导致很多婴儿 是就是 出现痢疾 是死亡的 今时今日 在这些国家 很多 婴儿仔 是死在肚舍 而肚舍死亡的 那当然了 政府 始终 都不是全部 被 都有一些 有良知的政府官员 都看到 就禁止他们 他们 他们怎么做呢 通常呢 他去到医院里 是送奶粉给你的 是啊 试一下吧 不要紧了 你先试一下吧 不喜欢就不要要了 但是你知道呢 奶粉的味道 可能做些糖在那裡 那么 婴儿仔一吃了奶 用奶瓶喂 是容易一些的嘛 那婴儿仔一做了这件事呢 加上你的妈妈呢 没有婴儿的帮助你 拙那个奶呢 你的奶量 是推不到出来的嘛 会推的 那所以呢 那会导致呢 很多时候呢 是导致呢 整个过程呢 是令到你 想自己喂人奶的 那个机会呢 是大大减低的 那所以 在非洲有些国家 很多年了 这个我以前的 70年代我已经知道的了 政府是禁止 这些牛奶箱呢 是进入那个医院里面的 那但当然啦 那他们会 就是用医生 用护士 对不对 利用他们 那其实你会看到呢 坊间呢 很多这些所谓婴儿的保健中心啊 那些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好像香港很多的 疾病那些 疾病那些 机构啊 癌症机构啊 心脏病机构啊 肾食机构啊 背后全部都是药厂的 就是没那么好死的 全部都是药厂来的 全部都是药厂来的 全部都是奶粉公司支撑的 那当然他的目标呢 就是最后都是 要你用药啦 要你用他们的 西医那套方法啦 那这样 那好了 那 那些 那些 很多妈妈会问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 喂人奶 那会问呢 就是其实要几密呢 是不是 几密才要喂他呢 还有要喝多少 那我也都听过 有些妈妈呢 就半夜生间 就每两个钟头 就叫醒 就是他喂人奶的 他就叫醒个BB 就以为呢 是应该要这样 要喂他 那当然呢 是不需要的 那些人说几密呢 那谁决定呢 BB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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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情况下 BB决定 BB决定 就是BB决定 他什么时候要呢 就喂他 譬如他哭 要不要哭 通常都是饿我们 最基本的 求生技能 他哭的时候 你就喂 喂到他不想再喝了 那就算了 那你又不用担心 喝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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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完全不需要的 那千奇呢 BB仔 决定 就喂到他饱 就不好 就让他半夜生间 就叫醒他 因为 其实呢 睡觉那段时间呢 身体是不需要吸收 即身体是吸血营养 不需要消耗 是的 就不是那时候 是要进食的 那如果你经常有一种 这样的 做了一个坏习惯 经常叫醒他 那BB仔 半夜生间 整天醒 那你便自己辛苦 整天都不够睡 是不是 所以不需要的 而且现在很多妈妈说 那些小朋友 常常睡得不好 扭手 其实吃人奶 是可以安睡的 有那个成分在那 那时候我提过 所以餵人奶 很多好处 很多时候呢 所谓的 身份子 其实多数是搞腸痛 搞腸痛 很大的机会 就是奶粉的敏感 是的 还有消化得不好 没错 消化得不好 或者会肚射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通常呢 要喂多少呢 通常呢 BB仔大概 每一次喂奶 大概四分钟左右 那就会将乳房的奶 百分之九十 八十到九十 都用了 但是很多时候呢 你知道呢 喂喂人奶 妈妈就不是 就这样 四分钟就放下 通常呢 就继续保住它 等它煮一下 那么 好处就是这样呢 就因为呢 你要刺激那个奶 就是 继续有生产 都要靠那个 BB仔帮你煮的 你都刺激它 所以呢 所以呢 不用说一定要 到 就是喂到几分钟 嘿干了 够了 就拔开它 就不需要的 到她自己没有兴趣 住的时候 就先放下它 否则就有它 总之她是老板 她要继续多久呢 就继续多久了 嗯 但是有时候 有些妈妈就是说 会弄损啊 痛啊 或者捉损了乳头啊 不舒服 很多放弃的原因 都是因为这样的 这个呢 当然会有机会出现 但是问题是 你可以处理它 是吧 就是你好过 那是呀 那我都告诉你 如果你可能用奶瓶喂 那奶瓶可能都不干净 是吧 那奶瓶里面的胶瓶 是吧 其实有 一样有其他的问题 是吧 那这个问题你可以 就是你好一点处理就可以了 或者可以做些预防工作 让乳头呢 没那么容易爆裂 是可以做的 嗯 另外我亦都有听过 一些妈妈就是觉得 很担心不够奶啊 还有真的有人会吓的 我自己做过 妈妈手指的 那些老人家会说 你看看 寶寶一餐和一餐之间 这么快哭 那样 分明是 那些人奶不够营养 或者不够饱 或者不够饱 你看现在 那些小朋友聪明了多少 就是因为吃了奶粉 就是营养好过以前 有一些 舊一批人的思想 竟然是觉得 现在那些小朋友 肥肥白白了多少 精灵了多少 那吃人奶就不够饱了 或者不够养分了 那其实后来 我初头有很多这些担心 香港韦母乳的支援又少 其实 那其实后来我发觉 就是因为人奶容易消化 其实是 不是因为它不够营养 所以快肚饿 是容易消化了 还有不够奶 我不知道等一下 袁医生有没有方法介绍 是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 中国很多人都懂 就是喝鲤鱼湯 喝木瓜 是吧 就是很多人都 就是我们方街 已经有很多些方法 但是现在 最近香港 就有 有 开始有些 叫做 不是奶妈 是那些培月 那些人 是呀 这个新兴事 很难请的 是福兴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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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听过 有些朋友 都是会这样做 是吧 好处就是 当然 如果你一般的家 未必有老一辈 懂得如何处理 现在很多老一辈 都没有这个 基本的 传统的常识 所以有这些 服兴事业 都是不错的 但是呢 我亦都发现 有一种问题 这个是真人真事 我亦都最近 有一个侄子 就生了 妈妈呢 妈妈也是西医 来的 生了一个双胞胎 这样 也都请了一个 培月的人帮他做 那我最近呢 我就见到一幅相 都很肥的 哇 他面肥到死的 跟他爹地一样 很肥的 整个一个 一个 多了 很Q的 很Q的 但是呢 就十几磅了 那我说 那有没有带他出去 逛逛街 晒太阳 他说 不行 我们陪月的人说不好啊 哎呀 那我问他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吹到风 陪月的意思说 哎呀 万一你出去之后 他吹风 或者感染了 那就好像他要负责 是吧 那这个我们叫做 Defensive Medicine 知不知道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不是保护病人 保护自己 一样有这些问题 他最好就是 乖乖地不要动 就是 就是不做不做 就是小做小做 不做不做 不做不做 我听了之后 我都呆了呆了 在我们一般的常理 是吧 十几磅就被他 走出去晒一下太阳 是吧 你真的没有直接风吹 是吧 我记得我自己的儿子 十几年前 他出载没多久 我就搅拌他出去 去超市去看一下 我也是啊 是啊 是啊 他回来有少少少 就逼一些 就等他 分裂一下他 是吧 很问题的 但是呢 你看到 培余那个日 那个阿姐 就叫他不要 不然你病了之后 好像我在看的时候 你病了之后 就好像 我有责任了 是吧 不然不想 用这个责任 就尝试他们 是吧 那 晒一下太阳很好 尤其是出生有少少少黄胆 那些更加需要 更加需要 是早年也是 那我们通常 那我们通常呢 如果有10银仔 当然 是让他晒一下太阳 那当然 不用出外 香港好处 就是天气始终 是和暖的 香港不像北方那些 其他国家 是很冷的 所以 有机会 遇到情况之后 让他晒一下太阳 当然盖着眼睛 不要让他太阳 那你帮他盖着眼睛 就可以了 起码露一下脚 露一下手臂 还有一件事 是 母乳有一个优性的地方 就和那些奶粉很不同 你知道买奶粉 其实有很多时段 初生有哪一只 一个月 两个月有哪一只 是啊 几个月有哪一只 一段 他就说 要调教每个婴儿 在哪个时间是需要的 但是母乳 就自动教 自动教 是不是 天气热了 出汗多了 那母乳 就那些水分会多些 嗯 到天气冷了 不多出汗了 或者婴儿子大到差不多了 那他需要的 那个浓度呢 亦都会高一些 不止的 我甚至听过 人家一家人 是流感 嗯 那你 但是他的婴儿呢 就是想着一屋都病 那死定了 是不是 你 寶寶反而 寶寶没有事 他那时候在吃人奶 是啊 就是 哈哈 因为寶寶 是 因为寶寶已经有 有鱛鱼 是的 你的奶 保护了他 是的 他会一直调节的 其实那个母乳 这些故事呢 听长期喂母乳 那些妈妈分享是不少的 很多时候一屋人病了 喂到那个BB 没有事 其实妈妈病呢 你身体已经即时 如果你的身体 还是有健康状态 是保持得好 他是即时有些抗体 开始产生的 没错了 那给了BB 他很开心的 阿B呢 原来是没有事的 原来是全屋 没错 甚至乎 很多人都想不到 有时候 当妈妈是喂喂乳的时候 那个乳房是出现发炎 甚至乎有些农疫 出现的时候 或者裂 那时候怎么算好呢 Dr. Robert Mendelsohn 我现在 其实我刚才知道 一部分 都是这本书那里 跟大家分享的 Dr. Robert Mendelsohn 他曾经说过 他是一个疑科教授 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还是拿奖的 拿医学教育奖的 乙科教授 在University Illinois 那个乙科教授 他说 如果有时候 妈妈 乳房出现 乳腺炎 其实他的治疗方法 就叫婴儿 再帮他拙 再帮他吸 将那些乳汁 拔走 就是减轻 其实乳腺炎 通常都是奶流量的问题 所以任何方法途径 是将那些奶量 疏通了 所以通常是 叫婴儿再继续帮你住 你不用怕 哎呀发了盐 其实没问题 其实大家不用怕 外面的牛奶和奶粉 更加多 那些盐 就是那些什么盐 这些牛奶 那个乳腺炎 乳腺炎 所以很厉害 所以他们怎么做呢 就是用抗生素 大量扔抗生素 对牛 所以婴儿子 一出生 就有很多抗生素 搞到腸胃 那些好困 就全部破坏了 不知道 所以很多婴儿子 会有些 抗力 肚痛 其实这些原因 很多婴儿子病 你都可以由这个看得到 呼吸系统 很大机会对奶粉敏感 肠胃痛 很可能是那些抗生素 搞到它里面的肠 那些抑菌 都没有了 保护菌 还有你记不记得 我们几个月前 做过一集节目 是说牛奶 你奶粉 都是蒸制 回来的 其实那些牛奶 里面 在超级市场 抽氧检验 是很高浓度 那个龙泡菌 还在 那牛奶 我们应不应该喝 而且它里面 都是有菌的 但反而那些妈妈 就怕自己 有点问题 乳鲜盐 就不敢喂奶 肯定 没有鱼根本是无菌的 牛奶是用那些高温消毒 pasteurization 肯定是菌多 所以要消毒一下 而且在外国 为了打压新鲜的生牛奶 很多国家说它是犯法的 不让你买的 这些所谓的生牛奶 其中用的原因就是 奶里面是很多菌 很多tb菌 所以它也承认了 这些奶是很多 很多细菌 很多tb菌 但其实人家 平时的监管 还要高于你 没错 在加州有很多这些农场 是专门製造肉 政府用不同的手法打压它 你不可以商业售卖这些牛奶 结果搞到那些人怎么处理呢 大家唯有供养一只牛 即是我是主持人 我占这个牛的百分之几 这是我牛 那我自己吃回自己养的牛 用这些方法 即是你有上策 下有对策 但这是很可悲的 因为全件事都是製造多些病人 用一些药物是根本是治标不治本的 令到我们今时今日 很多的国家 是比西医垄断的国家 都是面临医疗的破产 所以大家明白的时候 才有机会是可以解决到这些问题 将来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自力更生 是吧 那我们就会在那方面 就会多些着重这方面 即是有些什么具体行动 香港有些所谓的恶法 始终我们说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 但我们经常就很害怕 我们看到一些司法制度 大部分人都很害怕 因为他们都不明白 我有一种错觉 以为法治社会 就等于公正社会 其实大家要了解 我几十年前 在我直骨神经医学院里面 有一位我们都要读法律 我们的法律教授 他说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 所谓的法治社会 但一个法治社会 不是等同公正的社会 所以我们经常要小心 立了些什么法 香港我们过去 为了23条条例 哇 我们觉得这个有问题 极力反对 其实香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更远远 就是严重 破伤的伤害性 远远更厉害 这个 第23条条例 好了 刚才你不是说 现在的牛奶分阶段 是啊 你有没有发觉 现在的仇者喝牛奶呢 奶粉 奶粉 喝到很大个 是啊 是啊 我见这十岁八岁 我女儿都九岁小四 那些妈妈还说 放学给一杯奶的小孩 早餐又还给一杯奶的小孩 不是鲜奶 鲜奶我故自然已经不赞成了 很多还开奶粉 因为她欣挑鬼命 需要多吃一点 不够营养 其实 我觉得挺有趣的 你已经说她没有胃口吃饭 为什么还要放学给一杯奶呢 这些这样的做法 这些这样的习惯 或者一般人的所谓 现代的饮食文化 其实不是偶然的 背后是牛奶公司 药厂奶粉公司 做了很多很多的手脚 是啊 我们以前也没有介绍过 有柄DVD 那里是讲述 政府用什么手段 令到人们以为 牛奶是最好的食物 其实背后 是完全是一种政治的手法 又用立法的程序 逼你 英国那时候 英国、美国也是 最简单 就是一个私人公司 说服政府 用纳税人的钱 来买这个产品 低价 对 低价 对 逼那些学校 一定要喝牛奶 曾经何时呢 你看回我们的DVD 叫《Don't drink that meal》 我忘记了个名字 好像叫《Don't drink that meal》 有机会上来 健康店买了 你会看到背后的真相 其实它是用立法的程序 就叫做 学校要供应午餐 午餐里面 必要的食粮 是食物公司决定的 就是说 有什么做生意 这么好做 是吧 就是叫政府 叫纳税人 是必定一定要 买他的产品 就是看到 这些例子 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在我们医疗那里 也看到 今时今日 纳税人的医院里面 你能够接受 什么医疗呢 就是西医 那套用化合药 那套医疗 你看到 现在看到的 后果已经看到 是吧 我刚才说 那些人 我说人奶是非常之好 但是始终很多人 都被人吓的 知道吗 哎呀 母乳里面有很多 DDT 很多不好的东西 那我觉得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就算真的是这样的问题 但是 我们牛脊里面的牛奶 做出来的牛奶粉 更严重得多 是吧 没办法的 全个地球 空气全部 水分全部都污染了 包括人的母乳里面 那跟你的牛奶里面有什么 难道那些人 就会污染症 牛不污染的吗 就是啦 而且牛呢 是会吃很多些 Growth Hormone 当然啦 这个Bowvine Growth Hormone 那在 好像在法罗尼达州 有个电视台 有两个记者 一男一女 就是去追追追追追 牛奶那个 那个Bowth Hormone 那结果他就 就是证据确作呢 想播一个节目 跟着呢 就Monsanto 一封律书信 就给那个 主持 不是主持 给那个 电台 哦 我也给他主持 我记得这件事 小心小心看一下 你播这件事呢 小心我们会告到你脱腹 那你知道啦 现在今时今时的法律的情绪 我就跟你说 就是 就是 法治的社会 绝对不是等同公正的社会 大家真的要小心 希望我们下一次 将来在《治理根深》 和大家这方面 多些探图的 好了 有些人说 那需要不需要 就是喝点水啊 或者是喝点 加点维他命补充剂呢 基本上是没有这些需要的 就是你喂人奶呢 其实你所需要的东西 全部都足够的了 那通常会喂多久呢 通常呢 我们会建议六个月左右 完全用人奶为六个月 那我为何要六个月做标准呢 因为通常呢 六个月之后呢 开始出牙的 嗯 那就是呢 自然界有个设计的 是吧 你未有牙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腸胃呢 都不能够消化任何的其他 固体食物的 如果你BB仔 初生婴儿呢 一早给他吃那些 吃那些其他固体食物呢 那食物呢 就是完全不会吸收的 嗯 他根本没有这样的 能力吸收这些食物的 那到六个月之后呢 那我通常呢 六个月之后呢 就就可以开始呢 是慢慢地加回一些固体食物的 那但是呢 就是不用全部加了 那牛奶 就是人奶 继续在那裡 那就再慢慢地 是用那些固体食物呢 慢慢地去 慢慢地去 就是去 去加下去 那但是 最好呢 就是 一开始呢 就是 如果你要用 开始用小小 固体食物 是用些什么食物好呢 尽量就不要用鸡蛋 嗯 一言之内呢 尽量就不要用鸡蛋 因为鸡蛋呢 始终是属于容易敏感的 我们遇到 很多很多的 宋文仔呢 是有濕神的问题呢 其实呢 很大机会呢 是对鸡蛋敏感的 那如果用牛奶也好呢 你也是 初初的时候呢 你还附助那些 譬如奶粉也好 什么也好 或者羊奶也好 你都要去慢慢地 给他试一下先 试他一两个星期 就是一个新的食物 一样样加下去 试一下一两个星期呢 是 make sure 是他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我们最好就是 初初就是 吃些糊啦 譬如香蕉啦 就是刮些香蕉糊啦 或者那些 羊啦 那些薯蓉 那些薯蓉也好 或者那些 糊头啦 是吧 这个可以成为 BB仔的 就是一开始吃的 那些固体食物啦 那尽量也不要吃那些 那些 那些菊类 菊种啊 Rice Zero 那因为很多 吃了这个之后呢 就可能会便秘这些问题的 那 就算你将来真的遇到 暴雨期间 出现问题啊 那个 那个奶汁不够啊 那我有一些 简单的草茶包 是叫Red Raspberry Tea 是不是 要吃卵卵枝啦 卵卵枝 就是黄豆里面的一种成分 那卵卵枝也帮助你 製造多些乳粮啦 那 喝奶咯 青木瓜 就不是用普通的那些木瓜 用青木瓜煲鱼鱼汤 这些全是非常有限 什么鱼都可以的 其实什么鱼都可以的 什么鱼都可以的 我实验过 很有趣的 煲鱼鱼 那些汤会变成奶白色 奶白色 好像上天 上天好像叫鱼形寶形 给个指示你 是啊 你不要出来的汤 为什么是奶白色的 那就是告诉你 这些完全是一个 就是可以帮助你补充 不止的 我还有个啟范就是 那些熟了那些 那些熟了那些 切开去没有汁液的嘛 嗯 青木瓜一切 是很多白色汁液的 你留意一下 是奶的 真的 就是我那时候初初不懂的 人煲红木瓜 我就有煲 OK 原来 为什么好像初头没什么用 原来不行 用青木瓜 那些木瓜很熟 是呀 未曾熟熟的 是呀 未曾熟熟的 一定还有青木瓜 即是普通的那些木瓜 只不过你选的那些 还是青木瓜 小小红都可以 不需要找一些特别的青木瓜 不用 在街市卖栗子椰子的档口 都有青木瓜 是的 那其实越生的食物呢 它的酵素就越濃郁 是的 是的 拿它的酵素 好了 那就是 你看一下 每一样一发生 都可以将一个危机 转为一个好的 好的 好的 好机会 那香港人呢 其实呢 要你真的明白这件事 是绝对不需要 去抢奶粉的 嗯 全世界最好的 BB的食物呢 就是你空前 那两个波里面 已经有了 嗯 是的 嗯 鱼是什么鱼都可以的 是的 不用一定要买鱼鱼 那么辛苦 是的 连我以前养一只狗 狗妈妈不够奶 餵BB 生了三只狗仔 都可以的 嗯 都有效的 我看着它 是的 所以很有趣 大自然的设计 是的 那么今集来到这里 又差不多了 希望各位听众 对人有一个 新的想法 不够奶粉 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就着今集的节目 有什么想向原医生查询的 欢迎去到我们原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大家也可以直接电邮给原医生 原医生的电邮地址是 dry.yuan.com 至于如果听众有一些很私人 或者比较复杂的问题 或者是有些病是很难处理的 也可以打电话去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帮到预约直接和原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邮是25773798 25773798 那今集来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声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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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Adv 介绍 liberals heritage remind apply belong comun which customer confirm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